你收穫了一層不變的網站首頁嗎? 還是你想讓首頁區塊更加有創意 藉此提升網站轉化率呢? 歡迎來到全哥網站 我是Frank 今天我將使用 Elementor Pro 這款強大的 WordPress 顏綿編集器 教你製作高質感的影片背景效果 學會後你將可以獲得 幻藍一新的網站首頁區塊 讓訪客們更愛你的網站喔 那有關影片中提到的軟體前網連結 和我們團隊所提供的網頁設計服務 連結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好 那就開始囉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今天會製作的網站成品 我們今天會示範兩部影片的製作範例 比如說像第一個是首頁一進來的大圖 然後我們背後是用影片呈現的方式 然後上面加上影片標題 附屬標題跟這個連結 那下面這個是第二個區塊 我們一樣會遷入影片 它的高度是使用滿版式的 等於說訪客一進來看到這個影片 它會是一個 從上到下的一個全屏影片模式 標題然後描述跟這個按鈕 好 那我們稍後會示範這種兩種的做法 那我們先進入到WordPress後台 我們到左手邊 我們找到Elementor點選設定 進來之後可以看到這邊有個Futurest 我們點選 那這邊就是Elementor它有一些代開發的功能 它都可以讓我們在這邊去做體驗 但我們要把它給啟用才有辦法使用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Flatbox container的能力 我們可以把它啟用 選擇Active 好 那有關Flatbox 它是一個比較新型的頁面編輯模式 我個人認為也還蠻好用的 有關Flatbox的能力 可以參考我的頻道 裡面有一個是Elementor的新功能教學 就是在講Flatbox它的使用方法 包括它如何排序 然後如何更改它的順序等等 這部影片都有完整的說明 好 那到我們啟用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往下滑 點選下面的儲存設定就可以囉 那接著我們就進入到實際開發的流程 那再來我們點選左手邊頁面 點選新增頁面 我們使用Elementor編輯的模式 那接下來我們就能夠開始編輯影片囉 首先我們可以在旁邊配置這邊 我們把Container這個編輯模式給拉進來 進來之後我們可以點選中間的加號 左手邊就自動切換成這些元素選擇的工具 Elementor它本身有非常多的能力 像是標題、圖片、影音、內容編輯等等 那如果你對它專業版有興趣的話呢 它有更多的功能喔 像是文章列表、作品級功能、輪播圖、架幕表 全部都包含在裡面喔 有關於Elementor的進階版方案連結 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前往喔 那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是基礎版就可以做到了 那再來我們看到中間的區塊 我們點選中間的icon 進來之後點選樣式、背景、找到影片 這邊可以簽入影音連結 那我們可以貼上你想要簽入的影音連結 像是YouTube連結啊 或者是其他第三方影音媒體連結都可以 貼上之後呢影片就會自動簽入囉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影片的高度可以調高一點 我們切回到版面配置 我們在最小高度這邊呢 先設定為800 那影片高度呢就會自然的呈現了 當然高度的部分 你可以以自己本身的需求去做調整 那接著呢 由於影片啊它現在本身是比較亮的 因為我們上面會放文字 所以我希望呢在上面可以蓋一層暗暗的背景 我們再度切回到樣式 我們選擇背景覆蓋 背景類型 點選經典 色彩這邊 我先指定其中一種顏色 比如說我選用0000黑色的部分 那再來呢這邊有個不透明度 我也可以自由去做調整 如果數值越大的話呢 它就是會全部是十星的 那隨著呢數值越來越小 那它的透明度呢就會增加 當然我們也不一定要蓋上黑色的形式 你也可以呢自由去做調整 接著呢我點一下左上角的角光格 我把標題的元素呢給拖曳進來 我們會看到標題就在這邊顯示了 首先我們可以先切到樣式 我們更改文字顏色 我今天呢把它設定成白色 那我更改一下文字標題 再來我回到樣式 我點排版樣式 我這邊更改一下尺寸的部分 我把重量加出 我設定為700 再來呢我再度加上內容編輯功能 我一樣拉到指定的位置 我把範例文字貼上去 我切到樣式的部分呢 我更改一下文字顏色 再來我要更改的是按鈕的部分 我選擇按鈕元素 直接拖曳到指定位置 好那這樣我們該有的區塊 就已經都具備囉 接著我在點選段這邊 中間的icon 我切回到版面配置 我前往到justify content 我選擇center 那文字的部分呢 它就會很自然的 就靠中間對齊 那這個也就是container 比較厲害的地方 過去呢我們在原來的編輯方式呢 會變得是必須還要在上面呢 做一些padding 內具的數值增加 才有辦法讓這個元素呢 是在置中的地方喔 那現在目前呢 我們只要點點按鈕呢 很快就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會來的更直覺一點 那接著我們要做的就是 文字跟按鈕的調整 那我們就直接進行 我們也可以加上文字陰影 再來我們可以更改按鈕的配色 我可以讓按鈕呢 有點圓角半徑 我這邊可以設定相關的數值 我也可以在按鈕這邊呢 設定連結 我切換到內容 在連結這邊呢 我可以指定呢 我想要放置的連結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呢 先不輸入 那再來我們做一下距離的微調 那有關於 如何要讓這兩行字呢 變得更靠近 我可以先點其中一個字 我在排版樣式這邊 編輯 這邊有個行高 我可以在這邊輸入數值 那數值越大的話呢 他們之間的間距呢 也就會越寬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所做出來的電腦版的一個簡單的成品 那如果呢 我想要讓呢 滑鼠移到這個按鈕上面了之後呢 我可以做個顏色對調的動作 我可以先點選了這個按鈕 我切到樣式 這邊呢 有一個鼠標站留的地方 我可以點選之後呢 在文字這個地方 我先更改成白色 接著再到色彩這邊呢 我把它更改成黑色 這當我滑過去了之後呢 它就會做一個顏色反轉的效果 那再來我們也可以製作一個效果呢 就是當我們滑鼠移上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做出什麼樣的動態效果 像是我們也可以使用Float 當我滑上去之後呢 這個按鈕呢 還會有浮起來的感覺 這邊也支援非常多的效果 像這個是有點放大的感覺 這個是有點被壓下去的感覺 大家都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那我這邊先選擇Float 那接著我們把它縮小 那這個就是我們電腦版 將會呈現的形式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發佈 發佈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選下方一個預覽變更的按鈕 好 我們就會看到 這是目前所呈現的樣子 好 那再來呢 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距離的微調 比如說目前這個區塊呢 是在這個位置 如果今天想要讓它呢 變得更靠左邊呢 比如說在這裡顯示 那我可以大概怎麼做呢 先一樣回到後台 我在最上面的Container 點選以下之後 我在內容寬度呢 切換成全寬的模式 我就會讓它呢 這個原來它是在一個區塊內 包含這些元素呢 它現在變成是整個100%的延展 那這些文字呢 就會自左呢 是貼到底的 那接著我只要再讓這些文字呢 往右邊靠一點就好 所以我一樣可以點選Container的icon 然後我切到進階這邊 在邊框間距 我先把連結解開 我在左邊的數值 我先選擇100 那我就會看到啊 它的這個距離呢 就可以讓我自由去做一個指定囉 當然如果我想要讓它在更右邊走一點 我數值可以再增加 那這樣呢 我就可以自由的去調整左右邊的距離 完成後我們就可以點選更新 好 接著我再度回到前台 我看一下刷新之後的感覺 好 那這樣我們的文字呢 就變得是比較靠左邊一點 它就不會呢 去擋到中間呢 這個主要視覺跟人物的這個畫面 那接著呢 這一章節呢 我們將要來調整一下 手機板呈現的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啊 所製作的呢 基本上都是為了電腦板所呈現 那我們一樣可以先回到後台 我們呢 在左下角可以看到響音式模式的按鈕 我們點選了之後呢 上面會出現了有三個icon 分別是電腦 平板跟手機 那我們可以點選平板 我們會看到啊 這是目前平板所呈現的樣子 那針對文字的部分呢 我們倒是可以讓它呢 再往左邊靠一點 所以呢 我一樣在container我點選進階 然後我在邊框間距的部分呢 我先把連結解開 然後我在左邊的數值呢 我先設定為80 好 那這樣文字呢 就會比較往左邊靠一點 那接著有關於文字的大小呢 如果你認為你想要在平板 是更小一點 都可以自由呢 再去做調整 我現在主要想要變更的是 我希望讓這個文字都置中 所以我可以點選這個標題 然後我切到內容 這邊有對齊 我讓它置中顯示 那這邊也是一樣 副標題 點選 置中 按鈕一次 置中 好 當我置中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左手邊啊 它其實有些空間 導致呢 現在目前是沒有完全置中對齊的喔 所以呢 我們再回到container 最上層的地方 我把左邊 剛推的80距離給它移除 那我們就會看到呢 它目前是正式的 對準中間的位置囉 那這個就是平板的調整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手機 手機呢我們可以很明顯發現一個問題喔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文字呢 太大了 高度呢也太高了一點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個別去做一些微調 首先我們先點選container之後呢 我在最小高度這邊呢 就不要設定800了 今天可能先設定比較小一點的數值 好 我先抓一個450 那當然這個數值可以以自己的情況呢 去做判斷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間的標題 標題的部分我一樣點選 我在樣式這邊 我點選排版樣式 原本是62 我把它切換成小一點的數值 副標題我也更改一下文字大小 再來更改按鈕的文字大小 好 那這樣呢 大小的部分呢 我們就更改完畢了 那就會比較符合呢 手機版可以呢 使用的模式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針對 手機版的影片播放的能力呢 我們去做個微調 一樣呢 我們先點選container的icon 我們切換到樣式這邊 我們剛剛呢 有分享如何在這邊貼上影片連結 那下面呢 還有一些功能 分別是你可以設定 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那這個就是你影片呢 可以自己指定這個播放的區間 那再來呢 是否要播放一次 如果你要的話就打開 不要的話呢 它就會做一個循環播放 那是否呢 要在手機上播放影片 通常呢 我們會把它打開 因為呢 移動裝置呢 也就是手機 其實也是蠻多人的 透過它做預覽的動作 所以我們把它開啟 那我們就會看到啊 它影片就自動的去做一個播放囉 那再來呢 是否要隱私模式 所謂的隱私模式呢 就是可以避免這個連結呢 被追蹤到 這樣呢 整體的閱讀體驗呢 會留在網站上 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把隱私模式呢 給打開 那背景背後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載錄的時候呢 影片可能遇到一些問題 導致它沒有載錄完成 或是載錄失敗 那系統呢 就會自動呢 先幫你用一張圖片呢 去做為代替 所以我可以點選加號 那這邊呢 你可以自由呢 上傳你想要使用 哪幾張圖呢 去做為範例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指定一張 比如說我就放跟鞋子有關的 如果影片載錄不進來的話 系統就會幫我把這張圖片呢 給顯示在訪客面前 至少不會呢 出現一個錯誤的訊息 那完成之後呢 我就點選下方的更新 接著我再回到前台 看一下更新之後的結果 首先看到的是電腦版的模式 目前都是很正常的顯示 再讓我們看到平板 平板的話呢 文字呢 跟按鈕就開始置中了 最後呢 我們看到的是手機板 那手機板的話呢 文字相對的 比較小了一點 那高度呢 我們也做了一個調小的動作 那再來呢 手機呢 也可以順利的看到影片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第一塊呢 影片分享的製作哦 接下來呢 我們要示範第二個呢 影片播放區塊 那這個影片呢 它是使用全螢幕的影片模式哦 那這樣呢 會更有臨場感 那稍後呢 我會教大家如何製作 好 那我們先回到後台 我們一樣呢 在下面的這個區塊呢 我們再度新增一個container 那我們看到 container這邊的最小高度 我這邊呢 更改為VH VH的話 我設定為100% 100%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呢 抓取跟這個螢幕呢 是同高的影片高度 那如果你數值比較小的話 譬如說80 那系統呢 就會幫你自動判斷為80%的高度哦 那100%呢 就是滿版的意思 那我們後續的動作呢 就跟剛剛是一樣的 那我這邊呢 就自行快速的完成 好 那這樣呢 我們電腦版的第二個區塊呢 也順利的完成了 那剛剛這個區塊呢 我們主要做出了一些區別哦 分別是我們的高度呢 是使用VH的模式 我們點選container 在版面配置 最小高度我們使用VH 把它設定成100 就是變成滿版 那再來第二個呢 我們先讓它呢 從這個區塊 從上到下排列 再來我們讓它呢 是垂直至中 然後alise item呢 是水平至中 這樣呢就可以完成這個元素呢 是在正中間的模式呢 去呈現 好 那接著我們回到網站前台啊 我們刷新一下 看一下目前的成果 身體的質感呢 也非常棒 是全屏的螢幕 然後有比較大的標題 可以吸引人家目光 也有副標題 然後跟選購的按鈕 好 那這個呢 就是第二個 影片呢 區塊設定的分享 好 那以上呢 透過這兩個區塊的範例教學 希望幫助大家 在製作影片區塊的道路上呢 能夠變得更加順利哦 那這樣之後呢 就能夠用影片 代替靜態圖文的方式 更吸引訪客的目光囉 好囉 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 希望能讓你學會更多 Elemental Pro 操作技巧 和製作影片背景效果的方法 那有關這次影片提到的相關資源 連結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最後 如果你有網頁設計的需求 都可以請犬哥數位團隊協力幫你服務哦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